肉丝和老公杰克出海旅行 万万没想到 他们的泰坦尼克号开到一半啊 着了 肉丝和杰克坐上了求生艇 结果倒霉催疑的 又遇到了暴风雨了 肉丝一不小心被卷入了海里 没等到游战捕爱战捕你 他和杰克就C股的白了 等肉丝再醒过来 已经被海水冲到了一座荒岛之上 一起被冲过来的还有一个男导游 孤男寡女在这多多岛上啊 那可就太有意思了 为了生存 两个人开始相互配合 导游下海抓鱼 肉丝在岛上搭建简易的小棚 过了一段时间 两个人勉强适应了这块 肉丝觉得杰克可能已经遇难了 现在自己已经是个寡妇了 既然是寡妇了 就不能再守活寡了 于是就开始跟这个导游忘 没来眼去的了 这天导游出海捕鱼 竟然意外发现了一个昏死的男人 出于好心 导游就把他给带了回来 你猜怎么着 对了 就是杰克本客啊 自己老婆和别的男人 在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 他感觉这个头上啊 隐隐翻着绿光了 所以这个杰克看这个导游啊 怎么看怎么就不顺眼了 导游和肉丝来到岛上这么长时间 没有火呀 所以一直吃的是三文鱼刺身呢 海胆刺身呢 大肠刺身啥子 可这天他们回来 发现杰克弄了一个火堆 导游就很好奇啊 问他咋弄的呀 杰克就说了 哎呀 不会吧 不会吧 你这个大男人 连钻木驱火都不会 你可真玩奴子呀 大家也看出来了 他就是在故意臭败导游呢 真相是啊 他抽烟随身带着大火机呢 经过这件事 导游和杰克是彻底杠上了 杰克又重新搭了个棚子 让肉丝和自己住进去 晚了呢 还不让导游用自己的火 导游这下急眼了 我救了你 还给你吃的 你还跟防尾身体防着我 行 以后咱哥哥哥的吧 啥吃都不给你们 杰克刚开始也没在意 看着导游每天去海里抓鱼 抓虾啥的 他以为这挺容易呢 真下海发现 根本睁不开眼睛 而导游呢 随身带了个泳镜 在海里呢 看得老清楚了 一转眼三天过去了 杰克和肉丝啥吃的也没有 相反呢 导游那家伙天天大鱼大肉的 小日子过得没得恨呢 这么一对比 肉丝开始对杰克有怨言了 一次趁着杰克下海 导游偷偷给肉丝送了条鱼 肉丝没有忍住啊 背着杰克就把鱼给吃了 可惜只是抱不住火的 杰克发现了这件事 他决定报复导游 第二天他偷走了导游的泳镜 这回他在下海啊 他就轻松的捕获到了猎物了 等他上岸后 本以为导游会气急败坏的 和他干一张呢 却没想到 对方朝他露出了一个 意味深长的笑容啊 杰克感觉有点不对劲 连忙回到自己的棚子里面 就看到肉丝这脸色发红 头发凌乱呢 可肉丝为了跟导游一起 给杰克吃猫子呢 原来啊 导游发现永静被偷了 就想干死杰克 活老大了 肉丝呢 为了救杰克 就给导游卸了卸火 这种事啊 男人的不知道啊 还乱寻思念 现在知道了 那还能忍吗 他抓起肉丝的头发 把他拖到了导游的地盘 老子成全你们俩 婊子配狗天长地久去吧 杰克本以为 过几天肉丝 就会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乖乖的回来这错呢 没想到 人家和导游生活的挺好 整天搁那撒过粮 杰克在这边啊 活受罪啊 后来啊 杰克用海上飘过来的垃圾 做了个泳镜 也可以捕捉充足的食物了 不仅如此 他还在海底发现了一艘船 船底破了个洞 杰克把船捞了上来 然后跑到导游和肉丝面前嘚瑟 说等我把船修好了 我就可以自己走了 你俩在这块白头偕老吧 哈哈哈哈 看着杰克一天天在把船修好 肉丝和导游害怕了 他们趁杰克下海的时候 偷偷坐船就跑了 谁想到 这一切都是杰克的阴谋啊 他根本没修好船上的破洞 导游和肉丝不得不弃船 那么会有望 而此时 杰克就在岸上等着呢 手里还拿着把鱼叉化身了海王了 这是 等导游上岸 杰克直接向他扔出了鱼叉 导游被鱼叉射中 拖着瘦上的身体 逃进了树林 最后啊 还是没有逃过杰克的毒手 死在了这座荒岛之上 导游死了 肉丝只好又回到了杰克身边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 几个出海不遇的渔民呢 发现了肉丝了 此时杰克出现找食物去了 肉丝没有告诉杰克 渔民来了 也没有告诉渔民 这块还有自己的老公杰克 他自己跟着渔民离开了荒岛 将杰克一个人留在了这里 电影到此 全部结束 这个片叫荒岛惊魂 听这个名啊 以为是人到了岛上 跟岛上的恶魔呀 食人祖 要不然就是可怕的怪兽 发生了什么冲突了呢 然而这个岛上 却什么也没有 有的只是这三个人呢 可就这么三个人 却因为特殊的环境 特殊的关系 上演了这惊魂一刻呀 岛上没有恶魔 恶魔呀是在人的心中啊 哎呀妈呀 说的太有哲理了啊 这小客人整的 咋行事呢你 这视频上线了 高低我自己得给自己点个赞去 你就不点个赞吗 好了 今天内容这么多 各位观众老爷点赞评论转发 咱们下期接着吧